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妈 妈 我中午想吃你摘的茄盒 你给我做呗 想吃自己动手 妈 我真的特别想吃 你给我做嘛 你别晃我了 晃得我这头晕 你到底要生气生到什么时候啊 千年生一回 一生就一千年 你什么事啊 孩子已经跟你事好了 你就别端着了 你这一生气 闹得全家人心惊肉跳 不利大家的身心健康 怎么着 你嫌这个家压抑是不是啊 你要嫌压抑你别呆着呀 出去啊 好好好 我不多嘴啊 我不说了 你接着生 生 我说妈 你讲讲理行不行 你想想 你就像前段时间那样 动不动上我们公司赌武功 那是为了我好吗 我不是为了你好 我为谁好啊 可是你和武功妈妈这么杠下去 最后肯定是两败俱伤 最后没把武功闹走 把Steve闹走了 你想想看 Steve本来只想简简单单的谈一个恋爱 好 你这倒好 牵出一连串的事 什么前夫啊 前夫的妈妈 你觉得一个美国人 有这点功夫去对应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吗 听见了没有 孩子说得没错 你非得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妈 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拿这个单位事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事 我和Steve好好的相处 威威和虎公好好地恋爱 这不就最大欢喜了吗 那我问你 你真的现在跟武功啥事都没有了 你当我是什么人啊 好好好 那我什么都不管了 不过 你什么时候能跟Steve修成正果呀 完了那个武功 什么时候把威威威娶回家 总得有个进展吧 妈 你看你看 关键时刻呀 还是带我们家长替你们操心 行 哪天我碰见冯和平 我亲口问问他 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不会跟他吵的 咱们要稳动 不要不动 甚至算是 贵贵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厨艺啊 就我这点小花张啊 跟武功比个差远了 就是可惜了 他之前的那个微博 他也没心去经营 不然现在可多好几倍负责了 以后你看什么队长 你就就坐 你别管他的理解 叔 您放心吧 我肯定会帮他看着的 不然他那个微博 早就荒废了 好在呀 这小子他还不是 花醋意的人 这不定点的 他怎么还没回来 他知不知道 你今天过生啊 我没告诉他 你没告诉他 我跟你说 这双面他就是个小迷糊 有的时候 连我和他妈的生日 都会进入 那他可太不应该了 对了 阿姨呢 怎么没看见啊 不是 去给你买生日蛋糕 就是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让我给他打个电话 丁一 你说这老太婆忘带手机了 我去找他就好 叔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开车去接他吧 那也行 就是在这个小区一出大门 往右边拐那个 加勒福楼下的面包店 好 我去接他 您帮我看着汤啊 好好好 奶奶回来了 可以吃饭了 回来了回来了 薇薇阿姨 你们来了 我奶奶呢 怎么阿姨还没回来吗 没有 你没找到啊 不是 我在父亲的蛋糕店 都找遍了 我没看见他呀 阿姨 妈 你去那边找找 你看仔细点 你说你妈会到哪儿去的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妈 你干吗 对不起 对不起 认错人了 对不起啊 咱到前面去看看 走 那怎么还要 这儿子 是得泪的 你干吗 directed你干吗 能干吗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干吗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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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吗 你干吗 你干吗 啊 宋瑞啊 接个电话 哈喽 爷 我去吧 怎么了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我得先走了 什么事啊 我朋友的母亲走失了 需要我帮忙吗 如果方便的话 帮我转一下朋友圈 我先走了 要不要我陪你啊 不用了 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需要的 给我打电话 啊 好的 嫂子 嫂子 你别着急啊 你哥呢 宇飞 哥他你 宇飞 加勒夫我找过了 旁边我也找了 找不到吗 你们 她是 看着我的信息 过来帮忙的 对对对 我就是担心过来看看 那咱别愣着了 咱们别愣着了 要不咱去那边看看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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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儿是排队买蛋糕的 好 你可以听我 吃蛋糕 吃蛋糕 我可以听我 吃蛋糕 吃蛋糕 史蒂夫 我看到你要找到女人了 我要投诉你们 阿姨啊 你先别着急 您的家人马上就过来见你了啊 蛋糕 阿姨啊 这蛋糕 等您回到家 让您的家人切给您吃 好吗 怎么了 阿姨 吴公 您下班了 吴公 您认识吴公 妈告诉你啊 那个等妈领完鸡蛋 咱们就回家 咱回家吧 对啊 阿姨 你听我说 你先收一下 再坐一会儿 先别着急 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 妈 妈 妈 你怎么样 可不敢自己到时候乱跑了 我看看 你跑哪儿去了 妈 哥 可算找到你了 急死我们了真是 江吕 你下班了 走 跟妈回家走 吴公 走 咱回家了啊 妈妈妈妈 什么呀 谁是吴公啊 我是吴公 你不认识我了 你干吗呀 你拉着我 我 我告诉你啊 我儿子跟我儿媳妇都在这儿了 你们干吗呀 你干吗呀 老婆子别丢人了 走 我回家 你是谁啊 江吕 爹爹饿了 回家还要做那个沃尔鸡蛋呢 还要 我 找你一晚上 李飞 算了 你先回去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帮我找到我妈 你看我妈 可能是糊涂了 让你见笑的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应该的 那我走了 谢谢 我说我 我立志 我现在就去下了 你儿子 我知道你 去吧 要去吧 那儿你 谁我去帮你 你啊 你呢 特朗普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关心武功的家人 我一点都不会不开心 毕竟他们曾经也是你的家人 所以呢 你没有必要在我面前 来掩藏你自己的情绪 我说过 我爱你 我就会去接受与你有关的一切 明天我会给武功一天假 让他来找我家人 好吗 谢谢 你 不一 爸睡着了 爸火了半天 等我终于睡觉了 你说 妈是不是 等明天天一亮 咱就带妈去做个彻底的检查 妈都成这样了 以后这个家 就得靠咱们了 你也长大了 我希望你懂点事 别老是让爸妈操心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放心吧 哥 你说超市鸡腿躺我这呢 是啊 我这就带你去 真好 我送爸妈回去就行了 你回公司吧 别影响你的工作 大夫也说了 妈这个病啊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都排好队 排好了 排好了 开始吧 开始吧 你好 我是来临免费卷纸的 您拿好了 欢迎下次光临 那个 我们家人多 能多给我一卷吗 您长得像我奶奶 那就多给您一卷吧 谢谢谢谢 爸 丽妃回来了 妈 妈让的话了 妹妹 你拿着 你拿着 回来就好 五公 五公 你也过来 好 我跟你们说啊 只要你们俩日子过好了 我就放心了 爸爸 奶奶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你看你 奶奶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你看你 奶奶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对啊 跟你一样啊 丁丁乖 赶紧回我写作业去 乖 这超市里啊 还有免费品尝的呢 我带你去看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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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怎么拿我东西啊 你给我 拿我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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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 哥 你说咱妈这一天福都没响呢 怎么糊涂了呢 行了 凌飞 别这样了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咱妈经常一大早就去超市排队 领那些免费的鸡蛋 卷纸 一排队就是一两个小时 你说她这是干嘛呀这是 为了给咱家省点钱呗 日子过成今天这样 我也有责任 可你别这么说 我也惹爸妈生了不少气 我再想 如果我没有跟江丽离婚的话 咱妈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病了 这事不怪你 都是我太能做了 你说我怎么就那么任性呢 爸妈的话我一句都听不进去 我这两位的工资拿着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给妈看病啊 不用了 有你哥在呢 这些你留着 等你以后结婚了 还得留点私房钱 就不能让我也出点力嘛 妈生病是因为咱们 你不让我出点钱出点力 我这心里头 好受 好 那我先收着 你可以在马找最好的专家 用最好的药 不过医生也说了 这病除了治疗 家庭护理也很重要 我跟爸都说好了 白天就由爸负责 晚上咱们谁有时间 谁陪着 赶上周末我就让爸休息 我来照顾妈 林飞 你长大了 都是